最低阶段的边境松榜 昨天正式上路 入境检疫天数从14天缩短为10天 而外界期盼6月边境可以完全解封 有专家认为可行 但是要达到某些指标 像是高风险族群的第三剂疫苗接种率 要超过85% 而且境外一入个案 应该以疫苗接种与否 还有是否曾经感染过这两个项目 来评估社区风险 并且以各国的群体免疫程度来区分 入境旅客的风险等级 像是欧美国家可以优先采取 较宽松的入境检疫措施 边境检疫措施已展开第一阶段松榜 外界盼望6月边境可完全解封 警官指挥官陈时中认为稍嫌乐观 但有专家看好 建议可搭配这些条件再评估 最容易观察的指标 第一个就是疫苗接种率 国内确诊的人数 那这个只要人数不超过三位数 基本上都是可以接受的 再来就是你的药物是不是足够了 疫苗涵盖率依旧是边境松榜的重要指标 黄高斌医师也认为 进一步解封前 国内高风险足持第三季疫苗涵盖率 要达到85%以上 陈秀熙教授则指出 要评估边境松榜 不能单看境外移入确诊数有多少 要看打疫苗了没 是否曾经感染过 这是评估境外移入 对社区疫情影响的两项指标 至于入境地区风险分级 陈秀熙认为 用重点高风险国家区分 现在已经不适用 应改看各国群体免疫程度 建议群体免疫已达到80%到90%的国家 可优先再缩短 入境检疫天数 也有专家分析 欧美国家已经开始进入群体免疫阶段 预估4到5月区域平稳 而亚洲国家疫情还在起伏 预计会观察到6月 得再多观察才能找出安全的解封做法 介绍报道